台電還有主席總處 董事長 經濟總處 主席總處 委員你好 這個部長和 張主長和主席總處 我們這個處長 我們現在通過這樣的一個提案 假設 醫生 假設你是違反預算法 我請教你一下 台電的會計處 你為什麼提出一個 違反預算法的規定 的案子 經濟部 你的會計處處長 為什麼同意他提出來 主席總處 你為什麼當為行政院長的幕僚長 你為什麼要簽說這個是違法的 你們先告訴我 那個報告委員 我們今天一整個早上在這裡 我們都認為我們是符合預算法 第88條的規定 我們一直在陳述這件事情 你在說辦法 人在這裡證明 你又沒有說你合法 也沒有說你合法 你從頭到尾這個案子拿出來 你什麼時候你反對過 你跟他說什麼 你暫停跟他撤回 沒有 你剛才說 我們立法委員是都不合 還是我們都在給你證書 完全沒有 報委員 我們一直說陳述 說這件事 台電你問好不好 台電你問好不好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根據預算法88條 我們當初認定這個是 是符合這個法律規定的 符合法律規定 而且這個程序 你剛才有告不 你剛剛有沒有為你的政策辯護 我這裡都給你證書 我立法委員這裡大家都檢討 不是 這個 主要是 預算法88條有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 我都看過了 我叫他算 我叫他算 我們主要是這個理由的解釋問題 就是說我們認為 這個事情如果干涉儲存 不能即使處理好的話 那國外再處理這個案子 勢在必行 因為這個會影響到明年5月 明年夏天 可能帶來的供電危機 這個就是有環境有重大的影響 所以行政委員才會同意我們 進行採購程序 是先這個程序先去進行 楊主長 你節目是到底是有合法嗎 預算 如果按預算法51條規定的話 立法院是在年度前一個月要通過預算 那另外預算法54條是提到說 立法院如果對於預算如果沒有如期通過的話 的一個補救措施 那預算法54條 雖然規定說新興計畫一定是要立法院通過 才可以辦理 但是後面他又講說 但預算法88條規定則不在此限 那88條是講說 你如果有經營環境重大變遷 或正常業務需要的話 可以進行核准先選辦理 那我剛剛是表達說 現在法制上是有這些規定 經濟部可以來應用 你們講這樣子 不夠力道 不敢為政策辯護 你們家黨推 行政院敢核准 你們到這裡來 不敢為自己的政策辯護 你們當什麼政府官 跟委員報告 你現在衝下去想 跟委員報告這個案子 不是我們 我們不是這個案子的目標 你不敢說 每次都要簽意見 主機總處沒有不簽意見的 所有的案子 你們敢簽準 而且這個專案核准的東西 你們要為你們的政策辯護 立法院怎麼決定 是我們立法院的事情 你不能爭取 真的 你們一方面簽準 一方面 還去跟人家 常委協商 今天要講什麼不對 今天人家當主席的人 他沒有錯啊 當主席的人 沒人不對 是我們自己不對啊 你們從頭自衛 你們對這個提案 表示過什麼意見啊 你們只能說 不能夠暫停 不能夠用撤圍 要用暫停 除了這兩次議員 你們裡面的問題怎麼都沒看 這個問題 你說 鮮有違反議算法的規定 我問你 鮮有違反議算法的規定 不用說他們沒你過 我紅重金 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我也反對 如果違反的話 我也反對到底 對 委員這個非常和 您說的都非常非常有道理 但是呢 我記得我剛才在那個地方 我也兩次發言 也謝謝那個書記長 幫我爭取一個發言的機會 我說 並沒有違反預算法 他有爭議 可能有一些委員 認為我們違反預算法 但是我們從頭到尾都認為 我們並沒有違反預算法 我們都是按照程序在進行的 那您剛剛在提到說 那主席處 主席處這邊 在行政院那邊 行政院顯然是接受我們的意見 所以他才會核定下來 我跟你說齁 我還要跟你拍一個專案報告 後面前我要叫你 大家的主人都抽出來 看到你農地是怎麼簽的 不要跟立法人搞這一套 不要跟我搞雙面人 你們鄉民如果行政院 政府鄉民來這裡說 選有預算法規定 結果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來搶 我們就要來搶 我們就要去搶 我們就要去搶 什麼得利嘛 這什麼得利 他當作說我們下載 我都不可以理算你 立法委 我沒有要 沒有要做這麼黑人 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立法委員 我們立法委員的尊嚴跟堅持 你們自己不跟政策辯護 你們要想要做部長 要做黨署長 他們都沒有人 一定要給你們做 連政策辯護的力道 膽識都沒有 要怎麼做部長 下一次 下一次你再試試看 都發生這事情試試看 大家試試看 我是今天早上 我想很多委員在 我想各單位都一直在主張 而且一直在堅持 我們是符合預算法 對啦 好啦 大家都有怎麼做主張 你們都這樣 這個 以前提案過 說你們都沒有意見 先有違反預算法的規定 選人什麼 秒釋國會什麼 這你們都沒有意見 叫我們就要 叫我們就要支持你們的案 還是當時 這些議員都沒有意見 我都 我們這都是在做什麼 這幹什麼 那些文字後來都拿掉了 那些文字後來都拿掉了 是不是 那些文字後來都拿掉了 我再一次 我這次就回來 經濟委員會 該對就對 該不對就不對 你們該為政策辯護的 也不要閃躲 如果要做官 如果要做官 行不通 不通 如果要做官 那一套 不通 我們今天要做政府官 我要做什麼 有做不做基礎 不能為了做官 我誇張 我坦白說 我在講我的理念很簡單 第一個 假設今天 這個案子 預算法是合乎的規定的 你們要堅持到底 這是法令 司法的問題 你們要堅持到底 第二個 我們再來評估 政策面 現在要不要去招標 公告招標 這是第二個 政策面 大家可以延商 也許大家可以見仁見智 但是 我怕你堅持的一點就是 你們到立法院來 經過行政院院長核定的東西 假設你們都不敢 在這裡政策辯護 我告訴你 不夠假 要做我不夠假 你們今天 你們今天 在這裡立法院 如果沒有人家 就是在宣 行政院長的 水培 你來行政院長怎麼開 請你們這個 來做你的政務官 要請你們這個人來做黨事長 行政院長 這真是都找不到人啊 這樣都找不到人啊 這樣就全台灣 你會有資料做經濟 不然要全台灣 你會有資料做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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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政策辯護 我預算法的規定 絕對政策 沒有問題 政策上面我認為應該這樣子 但是立法委員來頭對 大家覺得我們這個案子 可以緩一緩 我們大家做一個詳細的評估 或者我們再開一些公聽會 然後再形成一個共識 做一個決議 假設你這樣處理 我覺得說 我今天在這裡公團 或者在立法院裡面 經濟委員會 我們在聽你講話 我們才有意思對不對 你就放到一塊冷笑笑 就出在人 要台北掛 我就有官方做就好了 萬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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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只要我們現在要這樣做肚子頭 回家都排排你的保護法會在這裡選機 這樣說叫做什麼叫做什麼經理 這些人怕工事就坐 你們這些人被保護法會在這裡選機 這樣有意思 別人不敢說 我跟你講齁 對政治啦 我看這麼破 我做七次的立法委員啦 我很難不說 有做不做 我不重要 但是我認為今天內閣 大家要有一個警示 自己要有一個警覺啦 他講的話 他政策變好話 其實我們認為這樣做得不對 這個案子我們反對 我跟你說啦 含這個人就可以拿出來 我陳述說 這也不一定是你自己來不自己撈出來的 我要看法 所以齁 保主要知道也是你自己撈出來的 對不對 所以保主 你怎麼好啊 我不會騙你啦 經濟委員會你不要再搞這種 後悉你的東西啦 立法委員 我們這些委員 大家不是都認討的啦 只要吃飯吃飯而已啦 不是這樣啦 你應該不敢說話 不敢變好 我也不一定要做 要替你們說話 好 謝謝 好 接下來我們請 這個政立經委 主席 麻煩請 主席 麻煩請